不长记性,伊藤美成再放狂言要一打五,刘国梁,孙颖莎早有很早准备 在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人才辈出,很多比赛对于观众们来说也都是热血沸腾 在东奥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中国跳水队和中国乒乓队了 在今年这两队心心很多,在跳水队中全红产一高分获得了冠军 在国平队伍中孙颖莎靠打败伊藤美成成名 在成名之后孙颖莎也稳扎稳打,在今年的拼超联赛中拿到了MVP比赛结果 同王曼玉,陈梦一起拿到了通往士兵赛的门票 现在士兵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在今年的11月份下旬,士兵赛将在美国休斯顿举行 这对于国平队员们来说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在国平队员名单公布后,国外选手名单也随之公布 孙颖莎与王曼玉还有樊振东等人不仅要面对国平叛徒张本志和 还有伊藤美成,平野美宇和石川家纯等人 这对他们来说难度很大 也希望他们在这次的比赛中可以放平自己的心态 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比赛,为国家拿到荣耀 在今年冬奥中,伊藤美成被孙颖莎打哭一事 对于国人们来说十分解气 在比赛之前,伊藤美成也放豪言称自己要打败中国选手 伊藤美成的母亲也会在他耳边说能打败中国的只有他 这番言论引起了观众们的反感 他们认为伊藤美成过于嚣张 而孙颖莎在冬奥对战伊藤时也如同在打他脸一般 在比赛结束后,伊藤美成表情也十分沮丧 本以为这一次视频赛伊藤美成在面对国平队伍时可以稍微内敛一点 但伊藤美成在最近又开始放狠话了 国内的观众们看了后都认为伊藤美成这是不长记性 在最近伊藤美成又一次公布了自己的好言状语 据他声称,在这一次的视频赛中他决定一打五 将国平所有的选手击败 这番言论一出再一次引起了大家的争议 有人认为有野心十分好 但野心太过反而不好 还有人认为伊藤美成压根无法战胜国平队 属于临时心虚的自我建设 但不管伊藤美成这番言论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他能有一打五这样的说法着实勇气可嘉 不服输 不服输的精神也值得国人们学习 而在伊藤美成放豪言称自己要一打五时 刘国梁还有孙颖莎这边显然已经做好了准备 因为早前孙颖莎教练黄海诚离职的原因 刘国梁这一次派出了李笋亲自指导孙颖莎 除此之外这一次国平的阵容显然也做足了准备 在各项比赛中 队员们都适当地将自己的长处发挥 并折盖住了自己的短板 从而让混双有了一个完美的默契状态 从这次的视频赛名单中大概可以看出 这一次国平也是卯足了劲准备夺五项冠军的 二来便是通过这次温州集训 国平势必也想到了精准牵制伊藤美成 以及其他选手的方法 所以刘国梁以及孙颖莎他们有很大的几率会有杀手锏 特别在这次名单中有两人都与伊藤美成对战过 对于伊藤美成的弱点更是熟知 能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 而刘国梁还有一狠招 就是没有让刘士文参加这一次的比赛 在此前刘士文身上有伤 这一次派出了全新人阵容 目的就是为了消除刘士文伤势的隐患 将国平力量发挥到最大 由此来看刘国梁这一盘棋格局很大 并且缓缓相扣 伊藤美成如果想赢所有国平队员 未必是一件容易的事 想赢下整场试拼赛 必须在每一场比赛中都能保证遇到国平队伍才行 而这对于伊藤美成来说难度十分大 希望他真的能够坚持到那个时期 也希望国平不要掉以轻心认真对待 好了本期节目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认为伊藤美成能否在这一次的比赛中 击败国平队伍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说出你的观点 关注杂江体育圈 了解更多体育资讯 我们下期再见啦